李世民连弟弟的老婆都不放过 为何却三次拒绝飞到眼前的桃花运 马上打天下 马下创盛世 李世民此人 从上位开始 似乎就是奔着千古一帝 盛世贤帝这种称号去的 是想一个若冠少年 从荣华富贵中长大 却毫不交涉 年少之时就展现了令人惊奇的军事才能 后来随富起兵 半个大唐都是他打下的 更何况 李世民还是个文武双全 文治武功之人 知人善用 治国雄才大略 这样的人 旷古朔金 朝堂之上无可指责 自然要将目光放在后宫了 毕竟人无完人 唐太宗李世民也是 据传 李世民在杀了李元基后 将他的妻子杨氏 纳入后宫 并封了杨树飞 世人便传他是好色之人 居然收了自己的弟媳妇 可真如此吗 天下美人这么多 李世民何必毁掉自己的名声 更何况是在刚刚历经 玄武门事变之后 李世民此人 绝不是沉迷声色之人 他清醒至极 这个杨氏 是门法贵族杨家的女子 出自杨随宗室 将杨氏收入宫中 并且给了这么高的封号 是对杨氏一族的嗜好 是为了稳固他在玄武门事变之后的地位 获取门法贵族的支持 李世民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听取几十位建成直言的皇帝 自制力前所未解 他这一生 似乎都没有传出过什么桃花意识 哪怕有 也是拒绝掉的 细细竖来 只有三次 一是贞贯元年 卢江王宠基 容貌绝利 李世民本将他封为美人 却在有一日和王规谈话时被劝解 王规认为 李世民的行为和卢江王杀宠基丈夫 占为己有的行为一样 卢江王如此 所以才败 皇帝也如此 怕结果也是如此 李世民听闻 身以为意 于是便将那美人送了回去 二世贞贯二年 曾任随朝通事社人的官员有一女 容色绝书 当时无人能及 美名远扬 长孙皇后听闻后 便想将这女子弄入宫中 魏征却阻止了此事 原来是女子早已许配给了另一户人家 魏征 向李世民进言 认为此事有位胜德 不可为止 李世民从见如柳 下了赤命 没有让这女子入宫 还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三世贞贯十九年 太宗攻打高黎 高黎使者送上两位美人 李世民见此 直言他虽喜爱美貌 却不会因美貌而使人离开自己的父母兄弟 便让那使者领回了那两位美人 李世民 是天生的帝王之才 文能治国 武能安邦 后宫还有一位长孙皇后 前朝后朝 皆能掌控 参考文件 新唐说 资之通剑卷第一百九十一唐祭祭 中国通识